202日申報,信心未恢復港股型反復 2015年7月10日投資人與B04股會齊名少有華美國聯儲局6月會議紀錄 沒有太大啟示,官員普遍認為需要看更多經濟數據和官網希臘債務危機,裁決定加息的可能 另一方面,希臘債務問題仍然未解決 總理齊普拉斯本應周一與債權人包括德國、法國舉行峰會,並會提出新的方案 但希臘方面突然未準備好最新的方案 會議要押後,希臘銀行和外匯管制仍然要暫停 德國和法國表示,希臘和債權人協商的大門仍然開啟 但促請希臘在歐盟峰會上提交可行的建議,以達成改革換取貸款 避免離開歐元區,歐元力手1.1水平,未止未跌 歐股靠穩,有望帶動中港股市反復,港股繼續成大戶的估貨對象 週三增創下歷史最大的單日點數跌幅,在期指斬倉等影響下 其指一到佈卸2300點至22714點 投資者恐慌情緒急增 當時港股急跌,其實外圍市場則沒有什麼變化 歐元仍然在1.1之上,港匯指數也未有明顯轉弱 不者確實在這時以小煮買入博反彈 內地昨天公布上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1.4%,和市場預期相弱 反應物價未有顯著上升,通縮也能控制 不者認為數據反映內地仍有大量空間繼續貨幣政策 內地股市在數據公布後反覆,上證綜合指數連跌多日後在3500點選定 技術上已進入嚴重超賣狀態,相信短期內有機會作出反彈 但有1.0不者擔憂的是,內地有多達800間上市公司停牌 絕對不是好事,復牌後有機會面臨新一輪孤白 援馬廣交所騰訊港股續天反彈,次從上24000點水平 主要是前天跌勢過急,出現技術性反彈 加上內地股市靠穩,有投資者趁低吸納 但不者認為投資者信心仍然非常脆弱,就等於一場拳賽 被對手勾後,需要恢復元氣 不者相信港股後市要視乎希臘本州的債務談判進展 和內地投資者的信心而定,故此建議 投資者趁反彈減詐細架股,代大市在地市 換馬至優質大家股,如港交所0388和騰訊0700等 興業橋封證券有限公司電郵 HK.ASKGROUP.COM